金椰子是绿矮椰子中的一个特异变种类型 其特色是糖分含量较高 椰肉细腻松软 营养丰富 目前 金椰子经济价值高 在海南市场供不应求 在海南万宁兴隐隆华侨农场 说到金椰子 人们最先想到马来西亚龟桥菜国 它被当地民众称为金椰种植与收益第一人 近日 记者走进菜国 一探他与金椰子的故事 菜国现年七十余岁 在其金椰庄园中 十六亩土地上种植了两百多株金椰树 硕果累累 林下还套种了荔枝 龙眼 菠萝蜜等热带水果 据菜国回忆 1951年 七岁的他随父母从马来西亚回国 留在海南万宁兴隐隆华侨农场 生活十分辛苦 为了改变现状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菜国决定承包农场十多亩土地 开始种植引进泰国金椰 我们起步那时候很艰难 没有资金不足 又养家扶口 没有资金 请劳动力 就靠自己 一双手 就像 那时候买肥料都成问题 一家四口人 刚起步的蔡国并不顺利 种植的金椰刚出果 因个头小 椰汁甜度不够 椰肉少 鲜果三毛钱一个都没人要 但蔡国没有灰心 他多次到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向专家请教阅读大量相关书籍 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实践 终于掌握了金椰的种植方法 改良后的金椰不仅价格随之上涨 产量也逐步提高 蔡国一家的生活 因金椰子改变 并且盖起了椰子楼 今年家庭收入保守估计达数万元以上 尝过苦滋味的蔡国 希望帮助更多的农民致富 目前蔡国将精心培育的优质金椰种苗 以较低的价钱卖给需要的农民 同时 他进行长期跟踪服务 提供技术指导 蔡国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三条 总结我的成功经验不外是三条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第二 农业产业也选对落 因人而异 选对落 再一次一个吃苦耐劳 就一定能够成功 在订阅中 准备的 很高 如此 ? 对